史上有三大罪人 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甚至让国家倒退数百年 最后一位更是人人喊打 那他们分别指谁 又做过哪些事 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第一位 西晋慧皇后贾南风 说到贾南风呢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 他的丈夫司马忠了 司马忠虽是司马炎的嫡子长子 但脑袋却不是很灵光 这一点朝中大臣也是心知肚明的 因此即便他被立为了太子 但很多大臣还是对此事存有意义 公元272年 贾南风正式被册立为太子妃 结果婚后不久 就大臣再次向司马炎觐见 表示司马忠不适合做太子 迫于压力呢 司马炎也动了废太子的念头 结果这事传到了贾南风耳朵里 要知道 如果司马忠当不成太子 那他这个太子妃之位自然也保不住 于是他便想办法帮司马忠蒙混过关 对此司马炎虽然心中有疑 但也不想承认自己有一个傻儿子 更不想打破力敌力掌的组织 便装作不知道贾南风的所作所为 公元290年 司马炎并逝 太子司马忠继位 史称晋慧帝 贾南风随之成为了皇后 朝中的实际大权也落入了他手中 司马忠看似是皇帝 实际上呢 却做不了任何主 与傀儡无异 因为司马忠畏惧贾南风的嫉妒和诡诈 所以其他嫔妃都很少获得宠幸 同时呢 贾南风一曾杀人 看见其他嫔妃有孕 竟然一击打他们的腹部 令他们流产 不仅如此 他还和宫中的太医私通 甚至寻找美男去供自己玩乐虐杀 贾南风母亲郭怀见贾南风武子 便常常劝他疼爱太子司马裕 直至临死 亦恳切要求贾南风要爱护太子 但贾南风不听 与冲华赵灿和妹妹贾武 一同谋害太子 便以谋反之名 废掉了司马裕的太子之位 由于当时司马裕在民间的威望很高 所以他被废后 民间怨气很大 不少人称贾南风为妖后 甚至还表示 要废掉贾南风而让司马裕复位 对此贾南风也是十分恐惧 但恐惧过后呢 他又起了杀心 认为只要杀掉太子司马裕 别人就拿他没办法 于是他便命太医 令承拒带毒药 缴诏命皇门孙吏前去毒杀司马裕 但司马裕不肯服食 孙吏最终以药处将司马裕杀害 司马裕死后 等待着贾南风的又会是什么呢 赵王司马伦假造诏书 以谋害太子的罪名 要废掉贾南风 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公元300年的一个夜晚 赵王司马伦用孙秀之谋 起兵攻入宫中 将贾南风杀害 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 在这16年中 中原百姓饱受战火的摧残 无数人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但这也仅仅是个开始 八王之乱 让北方的少数民族看到了机会 于是大量外族侵入中原 开始了五湖乱华 中原大帝一片战火 这一历史事件 直接导致北方进入了16国时期 此后三百多年 中原大帝都处于动乱之中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便是贾南风 第二位 五代十国时期的石景堂 相比贾南风呢 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他让中原大帝 四百多年都不得安生 甚至说大宋的灭亡 也和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 石景堂本就不是汉人 他的祖上是沙陀族 突厥的一个分支 只不过呀 是早就跟李克用投靠了唐朝 并在长大后参了军 由于他十分擅长骑射 所以很快在军中有了战绩 还被李四元以为心腹 帮李四元打过不少胜仗 李四元继位为帝后 更是将女儿许配给了他 对此石景堂也是十分高兴 他本打算就此好好辅佐李四元 没想到 李四元仅仅当了七年皇帝就病逝了 李四元死后 他的儿子李从后继位为帝 结果呢 李从后还没当上几天皇帝 就被李四元的养子李从科夺了皇位 当时石景堂手握重兵 李从科也知道 自己的皇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的 生怕石景堂会对他做些什么 便想方设法地夺取石景堂手中的兵权 这直接激怒了石景堂 于是他起兵反了 但终究是寡不敌众 眼看自己的势力即将被消灭 他做出了一个认贼作父的决定 他向辽太宗表示愿意称臣于契丹 并答应向耶律德光行父子之礼 而且在事成之后 把燕门关以北十六州的土地献于契丹 当时石景堂四十五岁 耶律德光只有三十四岁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儿皇帝就此诞生 而他之所以会遭到后世谴责 不仅仅是因为他毫无廉耻之心 更重要的是他割让土地的行为 不仅使中原失去大片领土 更让契丹轻易占领了长城一带的险要地区 此后契丹便可长驱直入 直到黄河流域 中间没有了抵抗的天然屏障 从此之后 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再无遮挡 等待着中原人民的是无穷的灾难 人民开始遭受长期的袭扰和掠夺 此种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刑警 实在是令人所不耻 而他带给中原百姓的灾难 也是长久且持续的 甚至到了两宋时期 数百年间都在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周而努力 但终究还是无功而返 最终走向了灭亡 除了贾南风和石井堂 还有一位罪人是谁呢 他便是人人喊打的慈禧 他的所作所为更是遗臭万年 时至今日仍旧令人发指 而他本人更是死不足惜 一切还得从1850年说起 这一年咸丰皇帝登基了 虽然此时的大清已是日薄西山 但他还是在尽心尽力地挽救祖山基业 年纪二十岁的他整顿军事处 惩治贪腐 一切好像还算说得过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身体逐渐亏空 卧病在床的时间越来越长 有时候甚至连批奏折的力气都没有 此时还是易贵妃的慈禧站了出来 原本后宫参政是大事 可是贤丰都到了这个份上 他也没办法阻拦易贵妃 之后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京师受到严重威胁 贤丰帝在热河去世 易贵妃的儿子再纯继位 即同治帝 易贵妃呢 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慈禧太后 由于当时皇帝年幼 于是他便开始了自己的专权生涯 他先是连同在京的宫亲王一新 一举解决了顾命八大臣 后又害死了和自己地位相同的东太后慈安 将所有的权力都赚在了自己手中 成为大清王朝最至高无上的人 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以后 他便开始了自己贪图享乐的生涯 据悉 他一天在宫中的花费 就达到了四万两白银 这是什么概念呢 放在当时清军急需的海军 慈禧半个月的花费 就可以购买一艘先进的巡洋舰 据说他一顿就要吃一百五十多个菜 很多菜只加一筷子便不动了 且他认为苹果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于是便每天在房间里放很多新鲜的苹果 用来闻苹果的味道 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 他每天浪费的粮食就够很多人填饱肚子了 为了庆出自己的六十大寿 他甚至不惜挪用军费 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 他更是签下了一系列丧权辱锅的条约 为了保证自己奢靡的生活 他不惜割地赔款 至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的罪孽简直庆竹难输 他前后掌晚清政权47年 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用遗臭万年来形容他 也绝不为过